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的新闻将带您了解一些重要的事件 首先环保活动家们已经对欧盟提起诉讼 指控其2030年的减排规则不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标 他们认为这些规则无法迅速有效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这一案件将在2025年进行审理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悲剧的火灾事件 在英国布拉德福德 两名男子异常导致29岁母亲和他三个孩子遇难的火灾被控谋杀 警方表示 这些火灾是故意纵火 并且正在调查其他嫌疑人 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愤怒 最后法国的政治局势再次紧张 总统马克龙拒绝了左翼联盟的首相候选人 这引发了左翼政客的强烈不满 他们指责马克龙破坏民主并呼吁抗议 随着巴黎残骜会的临界 政治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未来的发展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报道 环境活动家已将欧盟委员会告上法庭 要求对2030年的减排规则进行审查 以迫使欧盟强化气候政策 非盈利组织气候行动网络和全球法律行动网络 在欧洲法院提起诉讼 认为国家对运输和农业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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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排业者甚至是非法的 认为这些目标无法迅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无法实现巴黎协定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度的目标 律师杰瑞·利斯顿指出 欧盟的2030目标并未基于最佳气候科学 尽管欧盟委员会在法庭上请求驳回该案 按科学家们警告 全球排放需要在2030年前大幅减少 以应对气候变化 BBC报道两名男子因一起导致母亲和他三个幼儿在火灾中遇难的案件被控谋杀 29岁的布里奥尼·加维斯和他的孩子们于8月21日在布拉德福德的火灾中遇难 44岁的穆罕默德·沙比尔和25岁的卡鲁姆·桑德兰被控四项谋杀罪和一项企图谋杀罪 2人将于周三出现在布拉德福德治安法庭 警方表示这几火灾被视为家庭相关 并且是故意纵火的结果 事件仍在调查中 警方正在审讯其他几名嫌疑人 美联社报道 法国主要左翼联盟指责总统马克龙否决其总理候选人 称其行为剥夺了民主权利 由于上个月的选举未能产生明确的赢家 法国政坛陷入僵局 左翼联盟要求新总理来自他们的阵营 但马克龙拒绝了这一提名 称左翼政府在当前分裂的国会中难以获得支持 他呼吁左翼领导人与其他党派合作 左翼领导人则指责马克龙悲害法国民主 呼吁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 尽管左翼阵营内部存在分歧 但一些领导人坚决表示不会接受非左翼政府 马克龙的办公室表示 新的总理人选将基于广泛的协商 以实现更稳定的多数 澳洲一纪热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各政党领导人进行新议论谈判时 拒绝了左翼新人民阵线 N4P提名的总理候选人 路西卡斯特 路西卡斯特 路西卡斯特特特 尽管N4P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最多席位 但由于未能获得绝对多数 马克龙认为如果任命N4P的候选人 政府将无法有效运作 他的决定引发了左翼联盟的愤怒 甚至有立法者呼吁对他进行弹劾 马克龙则表示 左翼政党应当努力与其他政党合作 以建立制度稳定 目前法国国民议会的席位分布相对均匀 N4P获得190个席位 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160个 其右派国民联盟则有140个 导致政局陷入混乱 纽约时报指出 特朗普与副总统哈利斯在关税问题上 虽有不同的具体提案 但两人的党态都逐渐接受关税 作为保护美国制造业的重要工具 过去 华盛顿对于关税的态度普遍是反对的 但随着全球化带来的美国制造业就业把位流失 双方都开始拥抱关税政策 尽管哈利斯试图与特朗普的提案区分泰澜 但经济政策的变化显示出 两大主要政党在贸易问题上向相同方向发展 预计无论谁赢得选举 未来的政府都将实施 以关税为基础的工业政策 BBC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的军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是其胜利计划的一部分 计划将于下月向美国总统拜登展示 泽连斯基强调 计划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美国是否能提供必要的支持 他还透露 乌克兰最近成功测试了一种自主生产的弹道弹 并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异防尸陆战斗机 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导弹 尽管乌克兰在军事上依赖西方援助 但其国防工业正在努力减少对外部支持的依赖 泽连斯基指出 尽管俄罗斯近期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 但乌克兰的空袭力度 但乌克兰的空袭力度 而是希望通过这些行动分散俄罗斯的军事注意力 环球邮报报道 近20名印度港口工人原定于本周三开始无限期罢工 但在周二晚间达成了一项新的五年工资协议后 决定取消罢工 这项协议避免了全球供应链进一步紧张的问题 因为目前已经面临着更高的运费和亚洲及欧洲主要港口的拥堵 工会同意在五年内增加8 尽管最初他们要求的涨幅为10.6% 这一进展是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长时间谈判后达成的 工人们的集体行动在港口城市图图库迪的会议上达成共识 最终选择了推迟罢工 《纽约时报》报道称 墨西哥总统诺佩斯·奥夫拉多尔因美国驻墨大使对其司法改革计划的批评 宣布暂停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这一决定是在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做出的 目的是回应美国对其政策的干预 总统表示暂停外交关系也将延伸至美国国务院 尽管他强调这不会影响两国的贸易关系 诺贝斯·奥夫拉多尔的司法改革计划引发了广泛争议 批停者认为这将虚弱司法独立 而总统则认为这是打击腐败和毒品犯罪的必要措施 拿固美国报道 阿根廷俱乐部独立以瓦迪维亚的主席丹尼尔·维拉表示 阿根廷又20明星托马斯·帕拉西奥斯的转会至国际米兰的谈判 今天将是决定性的 国际米兰正在积极寻求这位年轻后卫 以增强他们的防线 已经完成了体检和其他手续 但由于与他的五队之间的协议尚未完全达成 合同尚未签署 维拉主席透露 双方仍在继续谈判 今天的结果将决定帕拉西奥斯是加盟国际米兰 还是返回独立临瓦迪维亚 纽约时报报道 罗伯特·F肯尼迪小旧特朗普的健康政策表示支持 称于特朗普的对话中提到要让美国人更健康 并强调消除农药和有害化学物质的重要性 然而普在担任总统期间 却结束了超过100奖环保政策 任命的行业游说者 在关键职位上采取了有利于他们曾代表的公司的行动 导致联邦健康口岛使用它 导致联邦健康和安全机构的削弱 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会有所不同是可笑的 《环球邮报》报道 墨西哥总统诺佩斯·奥夫拉多尔宣布暂停与美国大使馆的关系 原因是美国大使对其支持的司法改革提出批评 该改革提议由民众选举法官 奥夫拉多尔认为这种批评是不尊重和干涉内政的 尽管暂停了与大使馆的关系 奥夫拉多尔强调这并不代表与美国整体关系的恶化 并表示希望与大使展开对话 《纽约时报》分析 特朗普计划通过普遍征收关税来解决美国经济问题 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加收50%至60%的关税 经济学家警告 这种普遍关税可能对全球贸易造成毁灭性冲击 无法区分竞争对手与盲影 关键商品与非必需品 这种做法让人联想到1930年代美国引发的全球贸易战 历史学家称那是国会史上最具灾难性的法案之一 电讯报报道 曼联已开始与切尔西就拉西姆斯特林的交易进行谈判 但曼联只会在自己的条件下推进 与贾登桑桥交换 曼联体育总监丹阿什沃斯与切尔西进行了对话 计划让两位英格兰前锋互换 由于斯特林在切尔西一线队中被冷落 曼联希望借此机会 以不花费任何转会费用的方式 获得这位英超第三高的射手 切尔西希望在斯特林的下一家俱乐部支付部分工资 而桑桥则被切尔西看作能增强进攻阵容的关键球员 斯特林在切尔西的处境十分尴尬 甚至被剥夺了对号 显示出他在球队中的边缘化 雅虎美国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小型政坛进行了会谈 此前他已排除了由左翼新人民阵线NFP领导的政府的可能性 马克龙与中右翼的LIOT议会小组在爱丽社工会面试图打破政治僵局 然而他对NFP人 卢选人 卢西 卡斯特的拒绝引发了左翼的强烈PT NFP在7月的议会选举中获胜 但距离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仍有约100席的差距 马克龙呼吁盛民党 绿党和共产党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 但NFP的代表明确表示 不会继续进行谈谈 称这些会谈不过是马戏团 雅虎美国还指出 副总统谈满了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获得了一定的动力 但距离选举日还有两个月 胜利仍不确定 哈里斯的团队将其竞选视为一场逆袭 但面临许多挑战 尽管哈里斯在民调中略归领先 但在摇摆州的竞争依然激烈 此外哈里斯尚未进行公开采访 延迟可能会增加外界对他的压力 他的政策立场也模糊不清 缺乏具体内容 难以应对来自共和党的攻击 与此同时 特朗普在白人男性中的支持率依然强劲 哈里斯需要重建广泛的民主党联盟 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讲解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心情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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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